说起邓丽君,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歌谈歌后,邓丽君出生于1953年1月29日到1995年5月8日,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,足迹和悲伤大名县,中国台湾歌唱家,日本昭和时代代表性日语女歌手之一。 邓丽君当年到底有多红,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吹捧他?唱歌,气息控制堪称一绝,唱音歌转音也很厉害,温柔的响音,传唱度,月亮代表我的心来百年十大金曲榜首等等。 邓丽君1995年去世,可是现在的00后,慢,都至少会听过他一些经典曲目,一个歌手去世十年以上,能有一首代表作,被后代记住都是了不起。 何况还不止一首《我自己是90后》,我的父母甚至到祖父母之几代,可以说都是被邓丽君的歌曲声音影响。 它可以说是大陆流行乐的启蒙,人气,人美歌甜,从67年金经主题曲,到琼瑶主题曲开始火红,一直火到87年当初,人气一直织绕不下。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矛盾,毕竟除了邓丽君,还有哪个天后级女星能用十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演唱并全球发唱片呢? 包括,国语,粤语,闽南语,英语,日语,法语,西班牙语,印尼语,马来语等等,邓丽君还会说上海话的,说起邓丽君文言,看看名人的评价,知乎上的网友,你们的爸妈都认识邓丽君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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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